监控用12伏集中供电,最远能传输多远,刚装完,带你到现场看看,这也是很多朋友问我的,但是牵扯的因素比较多,所以说不好回答,你看完这个视频呢,你就知道了 八个摄像头,从一个健身房拆掉,装到另一个健身房去,那边的线已经布好了,直接过去安装就行了 它这边用的是4加2复合线独立供电,由于某种原因啊,到那边必须用12伏集中供电,不然就不合格 新的健身房有400平,其中4个角,各安装一个摄像机,最远那个角,离录像机用线大概是55米 看一下我安装之前测试的结果,这是摄像头这个角,用的也是符合线 红蓝线拧到一块,测一下它的组织,当然要到另一头,也就是55米之外 两根线拧起来,到另一头就是110米了,用一个内组测试仪,测量一下,这样稍微精准一点 10.35欧,拿出一个电源,先装上测试一下,用的是金盛阳的12伏29安的电源 这个功率有点太大了,有点浪费,到时候肯定不能用这个,这是回到摄像头端了,12伏 然后呢,我拿这个摄像头呢,当时它那个还没拆,我拿自己的摄像头 这个比它那个功率还要大,插上之后变8.5伏了 低于摄像机的正常供电电压,12伏正负25%的话,就是15伏和9伏之间都可以正常工作 现在咱通过电源器,把这个电压调到13.5伏 再来到摄像头端,你看13.5伏,咱们通电,看现在变成多少伏了 10.6伏,现在电压已经达标了 启动的时候,你看这个红外灯也是亮的了,可不是没亮 启动完之后,由于红外灯灭了之后呢,电流就小了 小了之后,你看电压变成12.6伏了 刚才是现场测试演示了,假如不去现场这样测试,能不能算出来呢 能算出来,怎么算呢,这个也很简单 上面是欧姆定律,导体中的电流I,给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和电阻成反比 咱们以至这个电阻是10.35欧,咱们浅量过了 但是这个电阻呢,受什么影响呢 受你这个线材这个长度,越长肯定电阻越大 材质,你说铜的和铜包铝的,肯定这个组织是不一样的 还有现阵的粗细,都会影响这个R,就这个组织 所以说你要知道你这个组织是多大 还要知道什么呢,知道你这个功率,摄像机的功率 我要装那个功率是,最大是4瓦 咱们就可以算一下,我这个最大功率4瓦的摄像机 通过这个电流是多少 最终我把这个电压也是调成了13.5伏啊,13.5伏 那么就除一下4除以13.5就是这个电流 那这个数值是0.29欧 通过10.35欧的电阻 那它上的压降是多少呢 根据欧姆定律可以算一下啊 0.29乘以10.35,这个就是到摄像轴端的压降 3.06伏 那么咱是13.5伏 然后呢,减去它的压降就是3.06伏 那么还等于多少呢 10.44伏 这个10.44是完全是达标的啊 因为9到15伏之间 海康这款都可以正常工作 看完之后你知道这个集中供电能传多少米了吧 它这个给这个摄像机的功率和这个线材这个组织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说你这两个你要知道 然后就可以这样算一下 看看为了节省成本 我给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电源啊 为了稳定性的 同样我选择的也是金生羊的电源 同样也是把电压调到了13.5伏 这个电源是50瓦的 因为它一共8个摄像头 最大功率4瓦的话 4832 我这个50瓦也是绰绰有余 其实这个电源买回来之后 我测试了最高能达到68瓦 不要称4.2安 咱们直接从5安开始测试 直接5安开始放电 功率59瓦 咱们往上调 看它最高能到多少 5.1安 5.2 5.3 5.4 5.5 5.6 这都正常 5.7 这也正常 现在68瓦 5.8 5.8不行了 电源保护了 来回这闪 船阵 调回5.7安 看 5.7安是没问题的 看完之后 大家会算了吧 有的朋友说 这个极度供电省钱 还是说单独供电省钱 假如都用品牌电源的话 单独供电的话 八个 这样就是八个电源 你一个就按10块钱算 这是少算了 那不得80块钱吗 我这个金盛阳的电源 也是品牌货 只不过才45块嘛 哪个便宜哪个贵 自己算 咱们下期见 拜拜